字幕提供 親民善河圖 來來來來 沒關係 會讓我魷魚遊戲 梗圖系列 我是三陸唷 最近Netflix裡面大紅的韓國影集 魷魚遊戲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但是三陸要對留言區的大家做個警告 不要在我的留言區劇透 雖然我已經看完 但是有些沒有看的觀眾 他們不想被劇透 劇透死全家 你知道嗎 感謝大家配合 網路上出現非常非常多遊遊遊戲的梗 還有影片 小鈴幫我整理一下 發現哇喔 真的是非常精彩啊 還有第一張 恐流千算萬算 就是沒算到自己搭上的 私數列車 這應該是第一集那一幕吧 下一張 願自己天真浪漫 彭恰恰宣布破產 負債2.4億 他跑去參加遊遊遊戲了 而且還是一號耶 如果是一號的話 沒事 自己去看就對了 可以 這個紅燈你敢不敢闖 一二三不多人 只希望他綠燈的時候不要轉頭 恐流說 你要和我玩遊戲嗎 不玩 全劇中 恐流出現是要滿意外的 但是最後的大咖的出現 讓我更加的意外 超大咖 好啦好啦 一直在踢 一直在掉胃口 這樣好像也不對 一個巴掌抵掉十萬韓元 馬都死 我自己巴掌下去 你會死 好 這遊戲裡面的面具 跟勺子長得一模一樣 做點是這個我家還有 這來撈麵超方便的 特別是撈拉麵之類的 好用 太像了吧 我參加錯魷魚遊戲了 這應該是 鮑魚遊戲 這張是 民視台 胡瓜主持的 鯉魚遊戲 鯉魚躍龍門是吧 然後現在是胡瓜拿的遊戲道具 胡蝦巴掌 剩下去 應該也是滿痛的吧 胡達達這遊戲 失陪了 接下來是 碰糖的梗圖 這什麼鬼啦 一條龍欸 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槍給我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恩 給我一槍 沒關係 恩 星巴克 我靠 太整的挖出來了 這P2P的太自然了 好屌喔 沒關係 恩 韓國的碰糖 是魚散 台灣的是文香 韓國碰糖的打開方式 台灣文香的拆開方式 義區同工之妙 只是文香斷了 還是可以用 碰糖斷了 沒關係 恩 沒有 沒關係 碰糖打開是個 公 首先藝人 填起來 填起來 我沒有說誰了 填起來 如果台灣人來演 有遊戲 廖俊 呼 超像欸 有點像那個 少林足球的大師兄 少林功夫好耶 神經人好耶 第二張 陳竹生 相似度80%了吧 如果他假如是往上抬的話 更像 第三個 黃西田 黃西田前輩他的其他照片 不知道會比較像一點 目前我這樣看起來是 蠻像的 但是 沒有那麼壞 太直想了 我在看的時候那個 反派 101號 一直想要Gamber欸 Gamber抱歉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要你耶 OK 接下來是 魷魚遊戲的惡搞影片 然後第一個惡搞影片 我現在在高雄的試運捷運站 在捷運站其實 還蠻漂亮的耶 第二下打得太小力了吧 來來來我來我來 第二個影片是一個圖片 我們台北藍線 中校復興站 禁止玩這個遊戲 在捷運旁邊玩這個遊戲 真的太危險了 如果他被打的話 就把他推下去吧 下個影片 我姑媽哥雞皮要送給他 奇怪的姿勢又增加了 哎唷 這個女生本身就長得有點像女主角耶 很像很像很像 我今天覺得他嘴唇是有點 唇色的啦 差那麼一點點 哇這個直發者 直發者會讓我犯法喔 哇塞這個 拿我的槍來 下一個 送給他 欸不是啊 人家在說一二三木羅人 你在被刺碰 然後是怎樣 送給他 好煩喔 好煩喔 悲劇啊 智商太低讓我沒有辦法吐槽耶 有超過100萬元 在這銀行中 在這銀行中 然後每一位 一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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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east 就是那個 24小時求生的國外大神啊 那我當初想到 觀察求生的時候 他 就拍了啦 但是三度下運 還是要觀察求生 好不好 這也會上24小時 海邊求生 大家記得收看喔 提到話一下 由於遊戲的男主角 陳其勳 他演員叫李正載 他有部電影叫做 暗黑新世界 你們可以搜尋新世界就好 超好看的 如果是喜歡無間道 臥底警察 警匪片的朋友們 一定要看 你會發現 完全不同的李正載喔 哇賽 超帥 帥 超帥 然後與生同心的閻羅王 也是他演的 天啊 這眼鏡真的是 很男生 下個影片 拜託你不要動好不好 你跳起舞來比你頭轉 一半二十度還要恐怖 你知道嗎 這北韓的大閱兵是嗎 金正恩你的那個大拇指 怎麼比得像中指一樣啊 扭啊 又有一些第一季完結了 沒有看到的朋友們 記得去觀看 也要記得我剛剛說的 不要劇透 反正不是業配啦 只是這個純粹推薦啦 畢竟我現在也在趁油油的熱度 才拍這個影片了吧 對不對 YES 好了 最後還有三句話 我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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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 H